怎么都听得到吗 没有问题了吧 回复一下 我要确定一下 都没问题 那我们现在来看 刚才是讲到撒拉玛 我们现在来看看 有才德的妇人 智慧妇女在圣经里面有一些记载 比如说外邦的女子 蓝河他虽然是妓女 但是他却能够选择正确的路 跟撒门他们一起归于耶和华 没有画面吗 因为他重新开始过 这样呢 有了 有画面吗 有了 有了 好的 谢谢提醒 那么再来就讲到 外邦的女子路德 她是摩押的后代 摩押是跟她的大女儿 是个生儿子 叫做摩押 摩押的后代 都不能录耶和华的会 但是这个路德 却因着她顺服在她的婆婆 拿尔米手中 然后全然的向着耶和华神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这样的一位有才的妇女人 真的是要人见人爱 后来叫波阿斯 然后就进入到整个以色列的整个的历史 也成为耶稣一个著名的先祖 好 那再过来呢 就看看撒末尔纪上 他提到的一位 就是亚比该 这个亚比该很有意思 是一个智慧贤惠的一个女人 她本来是拿巴的妻 拿巴的妻子 但是她相信神的应许 她用她的智慧 劝告大卫 不要起杀机 然后免得让她的名声受损 但她这一个讲法 一面保护了道的大卫 但是另外一面呢 她原来的丈夫 是一个刚毙自用的拿巴 最后也因着她这样子 虽然后来是自取其辱而死 但是至少对大卫 这位和神心的人来说 她的的确确是帮助了她 然后免得她的名声 被人批判论断 那后来拿巴死后 大卫来 也觉得这个女子 是很值得收留的 然后就收她为妻了 那当然这个事情 这个你不要用不同的时代来看 在大卫王的时候 那是很正常的 那么再过来到以斯帖记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王后 这个你的王后的后字 都给她稍微改一下 皇后的后 那我知道她的这个繁体字也不是这样 繁体字不是这样写的 那制斗二项 这个二项 我们到后面 你就知道了 这个哈曼 这件事情 这个跟莫迪改很大的关系 我知道好多弟兄姊妹 都圣经都还算熟悉了 还算熟悉了 那这些都知道这个故事的 这个前后的因果关系 那么后面呢 我们来看到这个 马太福音25章 他讲到五个拿着灯 又预备游的童女 这个是预备游 预备迎见新郎的 聪明的童女 有智慧的 有才德的妇人 所以你们要警醒啊 因为那时日子那时程 你们不知道 什么时候主就来了 你没有准备好 对不起啊 他说不认识你们 是因为你余佐吗 没有灯里有游 灵里面没有预备好吗 那我们来看啊 马大是一个忧虑 私凡忧虑的女人 但是啊 玛丽亚 她的妹妹 却是选择了上好福分的那一位 听从神的话 这个其实啊 神要的是什么 其实神很特别 他这个 他所要的 是顺从过于公养的自由 那这个 听命胜于献祭 那在这个 真言的十二章的时候 他这一边啊 有很多的信息 他讲说 遗休的妇人啊 好像是朽烂啊 在他丈夫的谷中 哎呦 他自己丢脸也就算了 他会把他丈夫都吞吃掉 像那个波提法的妻 你说这个波提法一辈子啊 自己做事可能呢 光明磊落 或者是做事做的也不错了 才能成为这么高的官 结果呢 因为他的妻子这样子 哎呀 把他丢脸丢到这个骨子里去了 是吧 那真言十四章里面讲到 愚妄的妇人 亲手就拆毁了所有的建造的家世 好 那 另外一段呢 他是刚好相反的讲法 但经文啊 都是同一段啊 那 修仪的妇人 如同朽烂在他丈夫的谷中 对不对 但是他上一句讲了 才德的妇人 对 就是前面那个王后 前面那个 不是后面的后 是皇后的后 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 冠冕 那 真言十四章呢 讲了 他上半段就是 智慧妇人建立家世 但是愚妄妇人却亲手拆毁 拆毁什么 拆毁他自己的家世 好 我们今天 老师大概 就是讲到八点多一点点 我大概基本上就 听给你们 那八点四十以后 我们这个录影 就直接听了 然后要开始开另外一堂聚会了 那圣经中 我们把这个扩大来讲一下 这个基本上的故事 我们都讲过了 但是稍微提一提 让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 圣经不熟悉的 对这个事实更加的清晰 最好你要跟上 每一天三章旧约 一章新约 你就可以把整本圣经读完 我觉得这个好像长征一样 这个圣经要读完一遍 压力很大的 其实你不要这样想 你就听圣经 你就不会有压力 我现在已经很清楚了 你只要听圣经 每天就是让他播放的往前走 无论做什么事情 你就播放往前走就好了 这个很快的就会听完一遍 好 妇人 这个愚昧的妇人 比如说波提法之妻 情不知境的引诱的约瑟 这个女人 没有办法满足 她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她心中存着很多的罪恶 她不止 这个 这个 没办法止住 她那个淫乱之心 自己是需要这种 而且贪婪 陷害人 多次还想要跟这个约瑟 发生关系 但是约瑟呢 她很正直 她觉得不应该做这种事情 最终战胜的主人妻子的引诱 但妻子却因为这样子 恼羞承诺 就是发怒 与这个 明明是做对的人 却 这个妻子 却要陷害她下在监里 你看 这个愚昧 遗休之妻 而且还是恶毒之妻 真的是不容易 那大利拉 她是为金钱出卖参村的 她长时间 与参村是从居者 却拒绝承认 也拒绝认识 以色列的神 上帝 她是对信仰麻木无趣的女人 她为利选择妥协 出卖了参村 神的仆人 却为自己的腓力士民族 引发更大的灾难 然后来死人更多 一切关系 对于她都是利用的手段 她没有任何的一点 真正的安全感 也没有一点点 对神和对人的信任 这个是一个非常愚昧的妇人 也是有名的妇人 拍成电影的 扫罗王有个次女 叫做尹米甲 是大卫王第一个妻 她喜爱大卫 因为是什么 因为她这个艺人敢牵牵 扫罗敢牵牵 大卫杀万万 因为她是在战场上的功勋 哎呀 丰功伟业 被传得神乎奇迹 一个年轻人 什么装 这个什么盔甲都没穿 拿着石头就把这个 这个对手啊 这个巨大的巨人啊 哥利亚所杀了 她不是因为真正属灵上的操练 爱大卫啊 她是因为功勋爱她 所以你爱这个男人的钱财 地位 社会地位 或者是爱她的这个样貌 都不是真实的这个正确的爱 在灵里面没有操练 她是你的真丈夫 那灵里面操练说 这个丈夫啊 是真正你所应该要尊重的那一位 所以至终会发生这种事 好 那她不愿意有难同当 她乐于分享大卫的荣耀 却不愿意分担她被弃时候的 这个羞辱 当扫罗追赶大卫的时候 虽然迷甲不让她潜逃 但是却不愿意跟她一起过逃亡的生活 她有吃苦的恩赐啊 却没有吃苦的能力 她愿意接受了好的生活 但是她也真正叫她过那种逃亡的日子 她很难啊 所以神至终也没有拣选她 她至终是没有任何的后代的 那不争 为什么大卫逃走以后啊 扫罗就把她取配给那个帕帖了 这个帕帖啊还是很爱她的哦 那显然她没有对身为丈夫的大卫 表示忠诚 也没有这样做 嫁了就嫁了 也没有圣经里面没有任何的记载 说她有任何的违抗 还是不得已啊 什么都没有 就嫁了 而且还过得还蛮好的小日子 那但是她最大的毛病就是她侵蚀神 侵看神上帝 她看到大卫对约会的热忱喜乐的时候 她的心里面打从心里面侵蚀她 这个藐视你的丈夫啊 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罪啊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哀啊 恶意的开口啊 批评她的行为啊 然后讲的话很难听啊 所以她直到死的日没有生养儿女 这个是很悲伤的事啊 那我们来看啊 在整本圣经里面最大的淫妇啊 最邪恶的 她就是北国的王后后子啊 你改掉啊 你刚才写的那个第一个后是对的 是圣经中所记载最为阴险残忍的妇人 她的存在 给整个北国以色列全国带来的这个严重灾害 她离经叛道 她打击真理 她逼迫一人 她欺世盗名 十而不赦 然后最后呢 她也亡啊 这个人亡亡 好 她比如说亚哈还有一点这个三寸 啊 她看到那个在呃 呃 北国啊 撒玛利亚附近有一个非常好的葡萄园 这个葡萄园主啊 是拿博 哎呀 这个拿博的葡萄园啊 她很是喜欢 又靠近啊 方便啊 你太远了啊 还要开车去啊 麻烦死了 哈哈 那但是呢 哎这个这个葡萄园呢 就在她旁边 她很是很是喜欢 哎 但是啊 跟她要 这个拿博 不愿意给 她说这个是我的家产啊 主产啊 我不能哦 违背主 主业啊 然后就把她卖掉 好 那那 这次啊 就让她亚哈 闷闷不乐 闷闷不乐的时候 这个也喜别过来看到那个亚哈发生什么事啊 发生什么难过的事啊 她就把这个事情讲了 这个 也喜别啊 那个阴险残忍到 一个程度啊 就想说 这有什么了不起 你是王耶 后来啊 然后三两下啊 收买一些人做假见证 说她 她是什么用心 她亵渎了上帝和王的罪名 直接陷害了拿博 陷害了她是义人 陷害她 让她死了 没收的财产 直接归为北国的王以色列 你看看这个 这个是多么阴险的 显得很糟啊 这个亚哈都不敢这样做 但是这个女人敢很糟啊 在灵后这边讲啊 连撒旦都装作光明的天使 他们是外面披着羊皮 里面却是藏暴了狼啊 就是这样的坏人 这个又够坏了啊 在圣经中啊 讲财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啊 胜过珍珠 那我们看看圣经中啊 有好多有财德的妇人 首先呢 我们看到这个敬畏神的 因为禁畏神就隐藏了以色列探子的外邦女子 她是原来是一个妓女 拉赫 罗伯斯基女的身份啊 大概这个外外这个探子啊 进到那个耶利格也没办法跟他们亲近 就是因为她有亲儿身份 所以才会各地接纳嘛 就不能 她从异国家到本族 但是她却冒着生命危险 把这两位以色列的探子隐藏起来 她极致的回答 就引开了耶利格的官兵 保护了他们 又帮助他们啊 这个帮助探子啊 出城 在关键的一刻 她原来是生活在拜偶像之间的名当中 却选择 也把握 也坚持 可慕地站在与上帝同在的一帮人的一边 她后来啊 融入了以色列的社群啊 就嫁给了萨门 你知道吧 这个是何等智慧的女人啊 虽然呢 她的身份啊 这个以前的职业啊 被人诟病啊 觉得好像不太体面 但是啊 这个事情也说明了 我们即便我们啊 是出身低下 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啊 与以色列 就是神的王子 神的儿子们啊 连结在一起 我们至终啊 是选择那上好的 选择那上好的 连结在基督的家里面 基督的家谱当中有份的 那么再来 我们看看啊 这个路德 这个路德是很有名的 除了以色帖以外啊 这个圣经里面 专门以一个女子为名的 就是路德记了啊 这路德记 以女子为名的经卷 是很少有的啊 她孝敬啊 这个啊 她的婆婆 她的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哪啊 孝敬王夫王子的啊 这个啊 这个啊 哪儿民啊 你最好写一下哪儿民 不然的话听 听起来怪怪的 好像他自己是 儿子死掉一样 不是啊 她原来也是异国的人 他被嫁到这个以色列本族 当然哪儿民啊 劝他回娘家吧 你回去吧 我们是 我这边什么都没有啊 原本啊 这个兄弟之间啊 就是兄长死了 这个弟弟要娶兄长的妻子 这是他们的规范啊 是叫做说 他要照顾那个哥哥的妻啊 这个意思啊 是社会责任啊 这个哪儿民啊 丈夫死了 儿子们都死掉了 那怎么办 寡妇又死了 儿子的 没指望了 就劝告他两个 这个媳妇 你们都回家吧 但路的坚持 他说不要催我回去啊 不跟随你 你往哪里去 我也往哪里去 你在哪里住宿 我也在哪里住宿 你的国就是我的国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你在哪里死 我也要死在哪里 哇 这个是坚真 又坚持啊 不得了 她是一个温柔的 良善的 善良的女子 又是殷勤也聪明的女子 她是一个贤德的妇人 她对婆婆的服侍啊 孝敬尊重 得到了上帝的极大的祝福 后来她是跟伯拉斯 组成的新日家庭 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 又成为啊 这个耶稣基督啊 这个基督一个明显的一个什么呀 这个家谱里面的一个人 也成为大卫的子孙的这个先祖 那这个事情啊 是很值得纪念的 哎呀 Wherever you go I will go Wherever you dwell I will dwell Your people will be My people and your God Will be my God Wherever you go I will go Wherever you dwell I will dwell Your people will be My people and your God Will be my God 这首诗歌 就是歌颂了路德 本来我第一次唱了 以为是 这个 这个 这个男子要歌颂女子 或者女子啊 要追随男子的诗歌 结果不是 它是女子啊 追随她的婆婆的诗歌 你看这多美啊 一般都是婆媳婆媳的问题 一大堆呢 结果这个路德 却是一个非常深爱婆婆 敬重婆婆的人 我觉得啊 你要娶妻就要娶路德 你凡是娶到这样路德的这样女子的啊 你就会得着极大的一个 这个祝福的 一定是得着祝福的 好 好 那我们来看看亚比盖 我们也知道啊 亚比盖啊 在加密的那个地方 有一个 霸道的 鱼丸的大富户啊 叫拿拔 非常港币自用 他是拿拔的妻 当这个大卫来的时候 要因为 激愤的这个 这个拿拔 拒绝大卫的保护 然后给他一点点的供应啊 这个 那大卫受到羞辱啊 极为愤怒啊 要愤恨的带着大军队 要来杀拿拔 但是啊 这个 拿拔的妻 亚比盖却没有惊慌失措 他自劝大卫 他没有逃走 也没有坐以待毙 当机立断 迅速行动 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啊 直接迎向大卫 用他卓越的见识 中肯的言语 善解人心啊 由于这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言语 就劝阻了胸中啊 怒火中烧的大卫 不仅仅啊 他后来信了神的应许 他忠贞又智慧 化解了一家人 免受了血洗之灾 最后还赢得大卫的心 当拿拔死了 他就成了大卫的妻了 这个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女人 那我们再看看 以斯帖 他本来是以色列民 然后 但是啊 这个被 他是这个莫迪改的一个长兄妹 但莫迪改就把他当成养女来养大 长得很美 然后后来呢 这个嫁给了这个波斯王 那这个波斯王啊 有一个规定 如果没有这个波斯王的允许啊 擅闯这个大厅了 就得死 哎呀 但是啊 这个哈曼啊 想要杀害整个以色列民族 他就冒着生命危险啊 这个三日三夜啊 为他禁止祷告 他自己也禁止 这个他身边的都禁止 他们大志大勇的挺进 挺身 就禁见了王 禀蒙王的开恩 那在宴邪上啊 就俘获了这个奸臣哈曼 一夕之间啊 拯救了整个以色列民 整个民族免遭杀戮之祸 自斗恶相 这个王后 也看到在这个诊卷 这个以色列民族 没有看到一个神字 却处处看到上帝的作为 他奇妙的工作 就在这个以色列民族里面 所以你看看圣经里面 有两卷 以女子为名的书 路德记和以色列记啊 都在这个财德的父女里面 非常重要的啊 那我们来看到新约中 有财的父女啊 就是基督与教会 二人要成为一体的那个教会 乃是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那个新妇 当羔羊昏曲的日子到了 新妇自己就准备好了 预备好了 我看见了圣城新耶路撒冷 游神那里 从天而降预备好了 就如新妇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啊 这个是真正的无瑕疵的啊 要嫁给我们的主个啊 那我们再来看圣经中啊 有三位啊 独特的女子 我们好好来研读研读啊 独特的女子 首先呢 我们看到夏娃啊 然后也看到萨拉 还有玛丽亚这三位啊 其实啊 我今天早上啊 要协助你们啊 就是这个玛丽亚这件事了 你看啊 夏娃是谁取的啊 名字来源是亚当给他取的 不是上帝给的啊 这个 这个事情啊 来我给你们用这种方式讲比较快 比如说夏娃 它是在创世纪第二 第四 二章 好 这 他让他 耶和华神使他沉睡 他睡着了啊 然后就取下一条肋骨 把肉缝起来 就造成了一个女人 带到他眼前 这个男人说啊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他为女人 啊 这个女人啊 其实这就是下弯了啊 那么 这个女人本身啊 这个 这个含义啊 你自己去稍微看一下啊 后来啊 这个女人是谁谁谁啊 全部都是讲这个女人 这女人 有没有 啊 然后 然后 这个旧约的称呼了 只是米利安这个名字 不是很正面的 不是太正面的 所以后来的话就没有人再多提了 但实际上她是女先知 那她也是摩西的姐姐 也是在整个以色列名当中 算是重要的启头者 也是诗歌的敬拜者 那再讲到撒拉 撒拉呢 唯一是由耶和华神赐名的女人 然后她是直接 耶和华神 你不要再叫撒拉 你要改成撒拉 那么撒拉的意思 在这个创世纪十七章 创世纪十七章 多国之母 你看 这个亚伯兰 她的名字要改成 叫亚伯拉罕 要做多国的父 所以你的名字不要再叫亚伯拉罕 这个尊高的父 要叫多国的父 因为我已经令你为多国的父 但是你的妻子呢 不要再叫撒拉 撒拉 要叫撒拉 有没有 因为你的妻子撒拉 不要再叫撒拉了 她的名字要改成撒拉 什么叫撒拉 撒拉的意思 撒拉 是公主的意思 她是公主的意思 她是她的原名 然后后来呢 她这个名字 就改了 改成什么 改成撒拉 撒拉 从公主的名 改成尊贵的妇人 多国之母的概念 也是同样的 叫做撒拉 Noble Women 尊贵的妇人 她不是 只是一般型的公主 不是平凡的 乃是神所赐尊贵的女子 至于玛利亚 你要从米利亚去看 你要看到米利亚 是亚伦的姐姐 是女先知 拿着鼓唱着歌 相应声说 这个问题 她后来 她做的一些事不太好 然后我们来看米利亚 这个米利亚 女先知 有没有看到 米利亚 玛利亚 玛利亚 是一样的 问题是米利亚的原意 是反抗 反抗 是背叛的 这个词 听起来怪异 然后 所以后面的话 就没有再多讲什么 但是米利亚 有一个是摩西的姐姐 是女先知 但另外一个是 犹大支派的一个人 是以色拉的后裔 以色拉的后裔 就以色拉的儿子 是谁 他娶了谁 然后生了谁 生了一个叫米利亚 所以 这个以色拉的儿子 生了米利亚 懂吗 所以这个是 其中的一个人 那 这样子看来 也不是太不好的名字 只是 他的原意是反抗的意思 这个很奇怪了 那 一般我们讲 女子应该要多顺服 所以 这个名 在旧约里面 不是什么好名字 但是在新约里面 因为第一 他用希腊文发音 所以他改成 玛利亚 玛利亚 那第二个呢 在新约里面 第一个用这个名字的 就是玛利亚本人 就是耶稣基督的 肉身的母 是玛利亚 所以 虽然人是 富于反抗的 但是这位女子 却是相反的 完全接受 神的指引 然后她 她的改变 她完全接受 上帝在她身上所做工 叫她同女 能够还孕生子 所以就成就了神 极大的一个丰功伟业了 那 好 我们来看看 夏娃 萨拉 跟玛利亚 这三位 三位 看到 不仅她的名字 从而来 但也看到她 人的主动 很被动的事 比如说夏娃 她 她 这个 她其实是生活 条件是完美无缺的 只是她还不满足 接受撒旦的建议 她认为 自己应该拥有更多 想要一个 她永远 不需要的东西 就是禁锅 又能够 叫人 甚至好吃的样子 然后又给人智慧 又能够超越神 太多了 所以 最后她为了多要这么一点 失去了全部 就是相当愚昧的妇人 那么 萨拉 她是由于 这个亚伯拉罕 她两次不认她的妹子 其实她是非常受伤的 因此 她有理由逃婚 她有理由离婚 她有理由离弃她的先生 然而她却是一直顺从 她一直原谅 她一直愿意转向上帝 把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 她最后是选择的原谅 饶恕 也不让苦毒在她心中 扎根 仍然爱着深爱她的丈夫 这个亚伯拉罕 我们看到玛利亚 她说 即便耶稣说 母亲我与你何干 女人 我与你何干 我的时候还没到 意味着是 你和我所关心的事 是不一样的 绝不能再把我当作你自己的儿子 从今以后要把我当作主 那我是来完成父神的事意的 交托的事意的 那所以 这几个都是很特殊的这个作 这个Wilson 你这句话 从此以后要把我当作主来遵从 老师建议不要这么写 因为一般人对母亲的概念 因为一般人对母亲的概念还是很强烈的 这个因为也不是圣经这样讲的 当然我知道你的意思 意思是 你不要只是把我当成你肉身的儿子 要认识我是主 要认识我是主 你不要说把我当作主来遵从 一般母亲对儿子 遵从这个词用的很重 那一般人他是没办法接受的 即便那是遵从 也是尽量不要这样写 免得有人会拿这个做麻烦 我们就小心一点就好了 我们讲真理不要多说 就是讲到恰如其分就可以了 懂我意思吗 主当然要遵从 所以你讲的没有错 但是面对到母亲和儿子的关系 你说你要认识我是主 这样就够了 好不好 你也没有讲错 你也没有少讲 但是主要不要遵从要 所以你讲的也没有错 但是至少不会反感 了解我意思 那再过来 讲到夏娃 他主动赤下了经过 亚当是被动的 被骗的 这个逐出伊甸园之后 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 也有所想说 哎呀这个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了 他说耶和华时 我得了一个男子 该隐的意思就是得了 又生了该隐的这个兄弟亚伯 然后亚伯却被该隐所杀害了 预表的基督耶稣的牺牲 一面主动的吃下了经过 一面亚伯是被杀害的 所以从夏娃所生的 这个人里面 也经历了他许许多多的一些难处了 也是经历了他一些的困境 好那 这个他有没有授数的记载 好像没有 我们知道这个亚当是930岁 但是夏娃呢 没有授数的记载的 没有授数的记载 那结合了 就是说神在上帝的顺应之下 他完全属血气的结合 与亚当和夏娃的结合 他成为女人后裔 众生之母 成为女人后裔的那个女人 就是指他 也是后面真正那个女人后裔 玛利亚的这个预表 开创了真正人类的历史源头 那后面呢 有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就是从他而来了 那我们讲到撒拉 他虽然是耶和华神赐名的 就要成为一个尊贵的公主 他原来是不能生育的 虽然美貌 因此在等候中 他的信心动摇 主动找好替补了 就下讲 他自己的使女是埃及人 使他替自己生子 想说我自己没办法 但是我老公还是要生孩子 那怎么办呢 我主动的找着下讲 替自己生孩子 是肉体的行为 而不是出于神的命定 所以我们的神主动告诉他 不 你妻子撒拉 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 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只有他生的才算数 你要给他请名叫以撒 什么叫以撒 应许之子 我要跟他坚定所立的盟约 使他做他后裔永远的约 所以是亚伯拉罕以撒养各的神 必须是出于撒拉的 他是唯一一个被记载在 一百二十七岁死的时候 下葬的女人 所以他的一生是相当有什么样 有祝福的 年岁 一生的年岁都被纪念的 那他是在上帝的许诺之下 借着灵格血 血气就肉身结合了 所以才会生成以撒 那他成为多国之母 他成为应许之母 他也成为女人后裔 成先起后开创的整个以色列史的第一位 确立以色列人在迦南合法权利的 他也是葬在麦比拉洞的一个妇人 那后面呢在历史上 还有一些像先知米利安 斯斯迪伯拉 摩亚人路德 这个先知呼勒大 是女先知 还有挪亚底 这几位都是特殊的女子 好那再来讲到玛利亚 玛利亚呢 则是完全的被动 他是童真女 不是他自己拣选的 然后被神所指派 然后因着圣女感孕 然后产生救出基督 他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的丈夫呢叫约瑟 因着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中救出来 所以他也没有受述和埋葬的记载 那但是他却是上帝啊 完全属灵感孕的结合 他是基督之魔 真正的女人的后裔 开创的新约拯救的历史 好吧 好这三位啊 从夏娃 撒拉跟玛利亚 看夏娃看到人类的先祖 这个人类之母了 这个撒拉看到以色列人之母 多国之母 玛利亚看到整个耶稣基督 他的后面 叫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的那一位 把地上的开窗 新约的拯救 好 那我们来看啊 其实现在应该得停了 因为这个后面就很多细节内容 我怕讲不完 圣经中三位啊 隐藏等候的女人 因为亚伯拉罕乃是等候那座 有根基的城 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 那我们来看看米利亚就好 米利亚呢 原先他嫉妒摩西独宠恩宠 独猛恩宠 所以他这个后来长大麻风 他的身份啊 因为约级别是暗蓝的妻 那约米利亚呢 却是约级别的女儿 这个约级别的女儿 也是摩西的姐姐 在主前1525年到1445年之间 他寄居在埃及 从埃及地出来 所以啊 米利亚呢 在摩西在小时候 还在那个筐子啊 这个筐子当中啊 下到水里面的时候 蒲草香嘛 那基本上就已经在了嘛 那时候他都会走路啦 他会跟那个 跟那个 把他抱起来那个公主讲话 帮他找一个奶妈 就是他自己的母亲 全部都是米利亚在 从中所做的事 他隐藏着 约级别 以奶妈的身份 隐藏了母亲的身份 那 他是 约级别嘛 暗蓝的妻子 那个米利亚 还有摩西 都是约级别的儿子 但是他就用奶妈的身份 隐藏了他是这个摩西 真正的母亲 那米利亚呢 以做工的工价的方式 隐藏了他姐姐的身份 所以犹太人呢 常用这个来说明啊 那个 你找一个寄居的家 然后让你所有一切啊 继续正常的往前生活 然后他在王公的岁月里面啊 七年累月啊 孩子就渐渐成长 他借着这个蒲草香啊 拯救了摩西的生命 啊 如果他就是一般性的方式的话 他早就死了 那么要脱离啊 法老手下啊 这个达语 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婴 全都要丢在河里的这个命令啊 要脱离这个危险 要冒着生命的危险 要不漏破绽 他安排的母亲约级别 尽了儒养教导自己儿子的本分 结果呢 他就会使摩西自始 就不会炼母王公的尊贵 因为知道的很清楚 以色列人才是他的兄弟啊 弟兄姊妹 在诗篇三十七篇说 你当漠然的依靠耶和华 你当耐性的等候他 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 和那谋恶成就的心怀不贵 不平 我们看看啊 约十八是一个公主啊 她是谁呢 她是南国犹大王 叫做约兰的女儿 她也是大祭司 耶和耶大的妻子啊 约十八 她其实年纪啊 跟那个耶和耶大有很大的差距的啊 她在祖前八百四十二年到八百三十五年之间 分裂亡国时期 那隐藏大卫的后裔 大卫的后裔啊 就是拯救的这个约阿师 约阿师啊 是亚哈谢的儿子 那她藏在这个耶和华的殿里面啊 高达六年之久 避免这个 这个亚哈谢的妻子啊 就是篡夺南国的亚他利亚女王 因为她是北国以色列王亚哈的女儿 就是呢 也许别的女儿的意思了 那这个事情啊 她要拯救约阿师的性命啊 那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她冒着生命危险 救了犹大王 王位的继承人 然后致死 然后整个的以色列的历史 又重新衔接着 保护了养育的大卫普希的根基 是借着这个约十八这个公主完成的事 那我们来看看王后以色帖 她这个原来叫哈大沙 这个莫迪改呢 莫迪改啊 是汴亚敏之派的 她是莫迪改的长妹 但是呢 莫迪改把她收为养女 后来呢 被波斯王亚哈水武王 就是亚大学习一世 是 薛西亚斯一世 然后选为王后 然后在主前483年到473年之间 在以色列贝鲁归回的时候 然后这个她作为王后 然而她是隐藏着 她虽然认同 这个自己犹太人身份 但是她必须要隐藏自己犹太人身份 为什么 莫迪改叫她 千万不要讲 她敞开心扉 为上帝而活 有时候说 这个是智慧 然后她等候神 她犹太群众 要求他们三天三夜 为以色帖进食祷告 听从上帝的旨意 然后后来她拯救了波阿斯 波斯人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性命 拯救了整个以色列人的性命的意思 当她做这些事的时候 她是逃离了脱逃了哈曼 就是当时波斯王朝的贵族大臣 要灭绝犹太人的恶谋 最后她被挂死在木架上 然后后面她也是冒着生命危险 志勇双全 挺身 为了帮助神的子民 所以她才敬见这个王 只是她感谢主王蒙了恩典 因为借着我们许多的祷告 她即便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也没有惹火这个君王 反而君王向她伸张 欢迎她进来 所以莫迪卡最末了的被高深 成为整个波斯的宰相 顶替的这个之前的哈曼 那扭转的以色列人被屠杀被灭祖的危险 蒙得拯救 因此波斯人这个犹太人被称为以色帖的孩子 就是讲到说他们是被王后所保护的 后面我们到了明天会跟大家讲 那我们大概明天还有三章 就把这一周的这个份 讲到这个女人 圣经中的女人 基本上就讲完了 那这几天我们讲的这个故事 希望弟兄姊妹对这些故事有一点认识 也有一点就是重新的回顾 然后温故知心 好吧 我们把后面的时间就交给弟兄姊妹 我想这样吧 赵姊妹我老师先交给你好不好 方便吗 知道怎么弄 因为这个说实在 老师现在还不太会使用 听得到老师的声音吗 他拿你先来吧 你们声音出得来吗 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啊 他拿 赵姊妹 赵姊妹你听得到老师的声音吗 你们好像都不太会使用这个新的东西 杨弟兄你会使用这个新的吗 你交通一下 好的好的 对 感谢主 有声音的好 我还以为声音是坏的 可以 一点声音就出来了 老师今天辛苦了啊 谢谢温森弟兄 为我们做的这个 这些材料 也是非常辛苦的 感谢啊 今天老师为我们讲了 有一个 愚昧与宇修的夫人 还有 还得以智慧的夫人 两个在圣经中一对照 这个 这个好的坏的 这是让我们又看到 这个对比是非常去打 一个是让上帝 弃绝的 不喜悦的 一种是上帝 敬畏上帝的 有才德和智慧的 这个 七个 有七个 有几个 说是贪恋世界的 不满足自己的 丈夫的 引诱约瑟的 那个菩提法之气 还有 约伯之气 约伯 讽刺 极竅约伯 让他弃掉上帝 这是 他是很愚昧的 他不认识神 在丈夫 在如此 痛苦的情况下 出言讽刺 他也没有爱 这样的 妻子呢 很有代表性 只口舌的 一时的痛快 但是对丈夫没有爱 也不认识神 还有这个 为金钱 现在我们这个社会 真是 一切都是向前看 不尽为不认识神的 还是世人 犯案世界 为钱没有底线 去做一些犯罪 得罪得罪神 也得罪神的事 还有 还有 与丈夫 不能一同患难 也对神有轻视的 大魏的欺美加 那个最邪恶的 还是那个王后 有些其别 他 他买通 伪类 对人直接 封灭 拿哈 抢夺了拿哈的葡萄园 他这种做法 是非常的卑劣 他 他杀了一个 敬畏神的义人 也让自己的丈夫 蒙羞 让丈夫真是成了一个强盗 用权力抢夺的人 还有五个童女 没有预备 来迎接新娘 迎接新郎 没有预备 新郎不认识他们 与之对照的 对照的 才德的夫人 有智慧的夫人 他们能帮助丈夫 在事业上帮助 让丈夫 能受人尊重 也非常的勤劳 他们也敬畏上帝 也有善良的心 来周知穷人 他们是有喜乐的心 常常喜乐 说话充满了仁慈和智慧 他们都是敬畏耶和华的 这里面有多国之母 萨拉 唯一一个上帝 给他启明的 在圣经中 唯一的一个女人 上帝给他启明 她成为多国的母 也是亚布拉罕的 很好的帮助 敬畏神 还有像妓女拉河 她是认识神的人 帮助以色列人 保护了以色列的三个探子 但是呢 神没有歧视她的职业 没有歧视她 她为了生活 她是个妓女 在我们中国呢 就是对人的出身啊 职业有很多的歧视 但是圣经上 神没有歧视她 因为她的义 义 就让她在圣经上 有出现了她的名字 也让人能纪念她 想到她的所做的 她帮助神的圣民 她保护以色列人 她听到神 她都相信神 她的信心 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还有 还有 王后以色列 她靠着对神的敬畏 进食祷告 保护了以色列人 最后 最后带领以色列人 除掉了 要陷害以色列人 那帮人 还有这个 信上帝的应许 最后就加给 大卫的亚比干 他保护了大卫的名声 让大卫 不是一个滥杀的 滥杀的一个人 止住了大卫的怒气 保护了大卫的名声 他是很有智慧的 让大卫没有杀掉 哪巴 还有五个拿灯 预备游 迎接新郎的 非常聪明的童女 新郎认识她们 和这个 预备游的童女呢 有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也让 我们每个人知道 要预备 自己的心 预备 预备 自己 将来要见到 我们的主耶稣 要有预备的心 为神去做 还有选择上好不贫的玛利亚 她安静地听 上了神的 我们耶稣的话语 听圣经上的话 最后呢 她听明白了神的话 也为神呢 为我们的主耶稣呢 预备了高游 来高谋耶稣 在耶稣定十字架的前夕 她的 这种为神 全然 摆上 为神 明白神的话语 也记载在圣经上 成为一个 有伯的人 那么耶稣说 无论上 问过她的使徒 上哪里传讲福音 都要 宣讲这个 玛利亚的 她的为神 所做的事 还有三个特殊地位的女人 夏娃 夏娃是众生之母 还有萨拉 还有玛利亚 玛利亚 顺服神 圣灵 在她身上 所做的 在她身上感应 赞下人类的救主 耶稣基督 她成了神宝贵的器皿 在圣经上 她的地位也是很高的 圣经上 让我们警戒 这愚拙的女人 贪恋世界的 世界的女人 让我们效法 有才德 有智慧的夫人 多读真言书 和那个诗篇 真是让人 告诉你 人的应该怎么做 神让人怎么做 敬畏神 好了 我就分享这些 下面交给 下面交给谁呢 看不见 交给启程姐吧 启程姐听到了吗 启程姐方便吗 郭焦 看你也在 交给你吧 郭焦姊妹 能听到吧 听到了 昨天老师就预告了 今天分享 这个 夫人 这一篇 后呢 详细的 给我们 详细的 声音 好 好 好 行一个 的吗 先生 在这个 对我们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教导 声音小一点 歌叫声音小是吗 对 贴着花筒 亲一点 亲一点 好的 呃 我的鲤鲤鲤 因为刚才一直在汽车 对前两天 我也是在 呃 在读经的时候 然后也是查到真言书中关于财德的夫人这一篇 什么样是愚昧的 哎呀 什么样又是能够祝福自己的家 呃 丈夫和孩子的就感觉 非常好 然后呢 也要去 学习去做 因为我们 任何人都是 要摸到神的心意去讨 神的喜悦 即使说在圣经中有一些 呃 张杰像路德纪和 以斯帖纪 没有说明显的 听到神的对话 但是 他们做的决定和做的这个顺服家里的人和顺服 让那个 啊 路德顺服他的 婆婆 并 忠信于他的婆婆 然后 撕贴 父亲 的一个安排 感谢神 我觉得他们心里一定能够感受到 感动到 这是 上帝放在他们心中的旨意 并坚决的去做 去管环境是多么的恶劣 然后他们所处的境遇有可能会去死 没想到这种 毅然绝缘的死就死吧 呃 是 是一个女子说的 然后还有路德 她本来就是一个同的妇人 但是她能够去为 她的婆婆进这样的一个中心去追随她 特别是我前两天刚好看那个 路德纪的这个影片 然后 她说到 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她说要好感动 她的婆婆也是说 那影片演得很细腻 她就是因为这句话 她知道 那这必定是你的 是神放在你心中的心 那你就跟随 就去同意她 就默许她 跟她一起回去了 而且感谢神这个的 特别特别的感动 然后 也希望 我们以后在生活 超炼 神心去做 才德的 有智慧 然后 是去 凭着自己 社学去做事情 是摸到神 她给我们的旨意 怎么去做 然后去做 协助 分享这些 温馨姐 温馨姐 你就点击一下屏幕的话筒 就跟屏幕说是一样的了 也方便吗 喂 要是不方便 那就孝霞姐 孝霞子妹 孝霞子妹 你就碰一下屏幕上面那个 这样静静吗 听静吗 听得见 很静 好 感谢神 谢谢国家 谢谢老师 今天 两种 是一种妇人的对比 一种是愚昧的 一种是聪明的 才华的 老师讲了很多圣经里 那个 还有 菩提法 菩提法 他去吃 勾引那个 是叫月舍 他 他勾引 是吧 还有 岳伯达去吃 芒药 他说 你 你还有什么 他身上这么身穿 是吧 还有大利拉 勾引那个 昌生 他后来 昌生 失败在大利拉的手里 还有梅甲 梅甲一枪也很好 把大卫放取出 后来他大卫 在祝王的时候 月桂来的时候 他在窗口看见大卫 在唱歌跳舞的时候 轻视丈夫 这时都是我们静静的 我们都要爱丈夫 像那个 台德的妇女叫路德 路德她跟着婆婆 她大嫂也走了 她也跟着 她说 你的省就是我的省 后来你看 嫁了八十 还有那个 一尸体 一尸体就选了以后 这当那个太后 往后 往后的时候 她进来求王的时候 她怕死就死 前面就叫大家尽时祷告 所以我们尽时祷告 什么事情前面先尽时祷告 很要紧的 还有拉海 拉海救了那个 胡同化怎么说 胖子 是他全家的救 还有五个童女 聪明的五个童女 愚蠢的五个童女 求神给我聪明智慧 我们应该能够做 聪明的童女 能够预备好灯好油 但是我有时候常常做的是 愚蠢的童女 有灯没有油 求神也灵敏 今天也感谢神 我昨天进不来 昨天下午到了百家那里 把我下来 下来我今天早上也进了好久 才进来 感谢主 我现在报名在哪里点下看见 我也不会搞 在哪里 在哪里看见人 有多少人 以前是会搞的 现在在哪里搞下 在哪里 国家 你等一下还有谁 我现在在哪里 看不见 谁还在里面上面 刚才微信 微信在上面吗 我看不见 在哪里点下 一讲是点下 有看见 有谁在上面 没有 喂 小小姐 天安那个右上角 小小姐 右上角哪里 有个小龄头 有个小龄头 还有个身子 我看见了 所以这第一次用 不会用 温馨啊 温馨在吗 温馨 他们都下去了 刚才国家也下去了 温馨 温馨啊 我一样不会 温馨 你要听到 左边下面 有个喇叭的 那个点下 启程 启程 那没有人啊 老师啊 那个主持人是英文的 我不认谁 好 早上好 这样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祷告 因为这个新的平台需要一段时间 慢慢大家了解才能够更好的操作 由于现在已经8点15分 那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吧 我们在天上的父再次向一向感谢 感谢你让我们重温这个在圣经中的妇人 不管是仪媚的 不管是有智慧的 主啊 你就教导我们如何学习 在他们的身上学习功课 让我们接着这一些从仪媚的人身上 仪媚的妇人身上 从他们的这种出世的角度 让我们成为接近 然后可以学习 避免他们的这些过犯 也从这一个智慧的妇人当中 我们能够看见上帝是如何重用这些妇人 她的这个女妇人 我们也看到这个智慧的妇人 最后就是指向基督与教会的这种关系 主啊 求助你保守 也继续的带领这个 林牧 在这个教导的过程 能够给他更大的亮光 来喂养我们这些养群 主啊 这时候我们要分散 不管是有工作的 不管是有会议的 这个或者是赶路的 都求助你一一的来带领 我们一整天下来的 这个工作 直到 直到我们能够 回到 这个家里面 休息 主啊 这一切的路程 这一切的 每一件事情的决定 在今天里面所决定的 都求主 你保守 带领 我们这样的祷告 是奉告主耶稣得生的名 祈求 阿们 阿们 你叫我们一起图书主导文作结束 好 我们一起 我们在 天天和本部 愿人都增值你的伟胜 愿你的国 降临 愿你的记忆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了一时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 免了人的债 我叫我们遇见事态 就我们脱离胸 因为 国度 全力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游有 可远 阿们 阿们 好 弟兄姊妹 我们明天见了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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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这个是比较不太会弄的 我们都找不到位置 好 我们就这样子 组织说爱大家 好 再见 再见 明天见